恩典365 3月65天 我们天天一起活在神的爱和恩典里面 在哥林多的教会里面有很多的问题 但是这里面有一个根源 那个根源是哥林多教会 好像落在一个困难里 就是各有自己的山头 然后各宗自己的宗师 以至于高举人的结果产生很多的对立 所以保罗用很长的一段经文来讲述这个真理 他也用了很多的比喻 保罗是一个非常会讲的人 他很懂得用一些浅显的比喻 让我们把一个好像很抽象的道理能够明白 比如说讲到神用很多人 在教会里面有很多的建造的工作 他就举了两个例子 一个例子是耕种 有人栽种 有人浇灌 接下来他拥有另外一个例子 是盖房子 他说我们好像是在这里建造房子的人 保罗是这样说的 他说 他说我照着神所给我的恩好像一个聪明的工头 立好了根基 那个意思是说 我们是一群来这里建造 建造神的殿 建造圣殿 建造房屋 他说我的角色像一个工头 什么是工头呢 这又讲到当时的一个背景 当时在盖房屋的时候 我想也许有一些人懂得工程就知道 在盖房有一个最重要的关键就是打地基 地基打得不好 上面地基是歪的是斜的是不稳的 早晚就会塌 如果歪掉了早晚就是会斜 所以地基是很重要的 而在打地基 那个时候不像现在有非常多的工具 有很精准的可以去测量 那个时候常常就是一些有经验的工头 那些工头 他们被称为工头 因为他比别人更有经验 所以他们负责做什么呢 打根基 根基是他们在那里 他用他的经验知道怎么打这个根基会稳固 所以保罗说 因为他是一个开创的人 工头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开创的那个人 工头是什么呢 就是那个打地基的那个人 工头是什么呢 就是第一个下去挖第一个铲子 然后把最基层的第一步 把它布局好的人 对于哥林多教会 他就是那个工头 他开始 他打地基 他开始的第一步 他说 我是个工头 但是我要做一个聪明的工头 什么是聪明的工头呢 他说 我就是在这里打根基 然后把这一步交给下一个 这几天一直和你分享 他和亚波罗之间有一种关系 他是这个教会的工头 打根基的人使徒第一步 然后他把教会建造到某一个阶段 就交棒 交给下一棒亚波罗 亚波罗就在他的这个建造上面 继续往上去去建造 在那个根基上继续往上去建造 而在这个建造的过程当中 我觉得有一点真的很重要 就是保罗说 我是工头 你知道相对于工头的 还有另外一个很重要的角色 叫做设计者 保罗从来没有说 我是教会的设计者 设计者 他规划了 这个地方要这样做 那个地方要那样做 不是 工头要按图施工 设计者把那个设计图画出来之后 工头呢 照着设计者的设计 一步一步去完成他的设计 只有上帝是教会的设计者 教会不是牧师说了算 长老说了算 执事说了算 或者是传道人说了算 或者是会有投票说了算 教会必须承认一件事 我们都只是工人 也许有人是第一棒 有人第二棒 有人做这个 有人做那个 但是记得 只有神才是设计者 所有的这些设计 所有的施工 都在他的旨意当中就有价值 不在他的旨意里面 都是白忙一场 保罗说我是工头 我们不是设计者 只有他才是教会的设计师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 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